从空拍镜头往下看 满地黄沙中有个坑 在饱受干旱所苦的坑崖北部 这口临时挖出来的井 可说是众人赖以为生的关键 沙坑地质松软 随时可能坍塌 牧羊人冒着生命危险 把水从地底下两公尺深的地方咬出来 虽然水质混浊 不适合人饮用 好歹可以先给骆驼和羊 接接可 坑崖北部和邻国索马利亚 伊索比亚原本就时常发生干旱 过去连续四个雨季降雨不足 旱向持续 引爆四十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干旱导致牛脂等牲口饿死渴死 遍地沉湿 畜牧人家损失惨重 农作物也因为缺水长不出来 更加恶化粮食短缺的情形 杯子塑胶桶寻找水源和粮食 成为家家户户每天第一优先的药物 生活中其他大小事 大家早已没有时间 也没有心情处理 怀孕妇女营养不良 胎儿和新生儿难保健康 医院或诊所的接生建树也下降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 目前约有超过两千万名孩童 饱受饥饿和疾病所苦 干旱也造成肯亚的学童 就学率低 世界粮食计划署持续呼吁 干旱危机还看不到尽头 国际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以免灾区陷入极严重的 饥饿和饥荒 中央社综合报道 我们下转的观看 以上就是